做说明 那首先的话我想先开启 我们要的这个档 我先把完成的画面给各位看一下 大概就这样子 那可以清楚 不过第一个会遇到问题 这个回应部怎么样 它的聚集的功能已经被停止 所以你要第一步要怎么样 到开发人员里面 找到什么 找到聚集安全性 请各位把它启用了一下 然后按确定 需要什么 聚集 需求部分的话 第一个就是 我这个成绩部分 要乱数产生 乱数产生的话 我们在函数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 叫rand 这个叫rand rand的这个乱数 或者rand的between 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这个rand 这个使用的机率比较高 我们用这个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说明 它这个说明是 它会乱数产生什么 等大于 或等于零 且小于一 不是小于等于一 是小于一 的乱数 随机乱数 那当工作表重算的时候 会传为一个新的随机论 也就是说 你如果做一件事情 它会重整 会乱数又重跑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 假如要用它 我要产生 30到100 最低30分 最高100分 那我该公司要怎么下 首先的话 第一个 当然我要有个基本分 所以基本分就是30 加上 那rand它会 这个会是一个 0到1 小一 所以我们可以 乘上70 那乘上70的话 其实这个最大的结果 一定也不会100 一定会多少 99.9999 因为最大 不会等于1 会小于1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要刚刚 后面一定要跑出 最大是70的话 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外面加上一个int函数 int函数就是 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它如果最大 99.999 然后其实就讲 99 对不对 最大就是99 那99乘上70的话 最大就是 69.99 也不会是70 就是接近70 所以如果我把小数点去掉的话 它就变成 最大是69 那69加起来就是99分 最多是99 所以怎么办呢 加1就好了 把那个小数点去掉 一般再加回来 这样就好了 一般的公式里面 大概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做 就是把小数点去掉 再把它加回来 我可以按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 你可以向下 向下填满 填满之后的话 那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重算的时候 假如我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假如我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只要是画面上有重新动过 比如说我自动加总 你按打勾之后 有没有 它就 这个乱数 就跑 有没有 就跑一次了 所以怎么办呢 就可以 把它复制 在原来地方的选择性贴上 只有什么呢 只有值 把值贴回去 这个时候 这个层级就固定了 那固定完之后 请各位在自己 在设定格式化条件好了 这格式化条件应该不难 这个范围里面的格式化条件 我的条件呢 从设定格式化条件你可以新增规则 那